公务员法概论 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区分 一、政务官与事务官不论其性质与适用之法律均有明显的差异 政务官主要是担任机关的政、副首长、负责统帅机关与施政的决策 具有动的要素需向民意机关负责并随政策或政党轮替而进退 一、公务人员任用法第38条之规定 政务官只适用公务人员任用法中有关回避与消及任用资格之规定 及该法第26条、第26-1条及第28条 二、机关内各层级之公务员多属事务官之性质 负责各项政策与业务之执行者 具有进的要素、事务官为常任文官需经国家考试及格与任用 身份与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保障 且适用公务人员任用法全部之规定 公务人员任用法所称公务人员 指各机关组织法规中 除政务人员及民选人员外 定有职称机关等、职等之人员 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区别、资区分如下 一、任务性质不同 政务人员是制定政策或参与决策之公务员 事务人员是执行已制定政策之公务员 二、任用资格不同 政务人员之任用是以才能或党籍为任用要件 事务人员之任用是经考试、全序取得法定任用资格 三、职等高低不同 政务人员之职等为特任或比照检任 事务人员之职等分为检任、检任、委任 四、身份保障不同 政务人员是随政党进退或对政策民意负责 事务人员依法任免、其身份受法律保障 五、申迁制度不同 政务人员无申迁制度之适用 事务人员依公务人员任用法规定申等 六、承戒种类不同 政务人员之承戒种类只有撤职与申戒两种 事务人员之承戒种类有六种 分别为撤职、休职、降级、检缝、季过、申戒 七、退休制度不同 政务人员无任职之保障 得令其随时去职或免职 故无退休制度、事务人员身份受到保障 一定年龄即可办理退休